我们的车往下 我们就停车到 我们的车往下走嘛 于尼西罗大桥上 发生车祸事故 但车上的男子 怎么样就是不肯下车 警方枪制将男子拉下车 连同旁边车辆的驾驶 也一并带走 被警方带走时 男子还坚持不肯上警车 和远警爆发冲突 混乱的场面 一旁参加路跑的民众 看得一头雾水 原来这群人已经从半夜 闹到早上 闹市的一群人 凌晨三点多时 在西罗一间KTV 和店家起冲突 远警到场处理 这群酒客不满警方盘查 可以制造车祸 第一次在KTV门口 两台车并排擦撞 远警到场处理时 驾驶还故意不移车 影响车辆通行 接着一群人又跑到 西罗大桥上 一台车直接横跨两线道 再度故意擦撞 两起车祸只有轻微擦撞 双方驾驶也都是自己人 目的就是要让警方 分拨到场处理 霸占那个包厢 影响他们营业结束的时间 又发生结婚 特意闹事 害得警方连续三次到场处理 还差点影响路跑活动 这次警方强制将闹事的 五名男子逮捕 不让他们再继续浪费 社会资源 最有料文彬云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